喝了我这碗骷髅汤 不怕你不说出舍利子的下落 你别怕听我说我不会害你的 我是被他抓来的 他就是粉红骷髅半面状 他想要害你 你想要活命的话就要听我的 知道吗 怎么还学上诸教了 你到底听懂没 哑巴 你听我说 他马上就会来找你 待会儿会十分的危险 保险起见 你身上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吗 房器啊 地器啊 珠宝首饰 佛谷舍利什么的 你可以放在我这儿 我帮你保管 好不好 怎么还学上马教了 你听着 待会儿不管他给你什么 你千万别吃 小公子还没休息呢 奴家专门给您准备了宵夜 来服侍您呢 好不好啊 嗯 嘿嘿 奴家看你晚上没吃饭 专门熬了骨头汤来服侍您 嗯 嗯 你忍心看人家白白辛苦一趟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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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光嗯啊 多喝一点 喝完了 晚上到奴家房里 让奴家 嗯 嗯 嗯 你这是在洗醉池儿呢 嗯 你这是在逗我玩儿吗你 嗯 给你给我喝 嗯 嗯 嗯 喝 喝 喝 住手 嗯 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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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来想省些力气 好吗 你个臭和尚 什么两个逼我的 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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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分为六 皆为实体 文书前作 铁石归位 拨惹剑多罗 扉 呃 有两下子 你斗不够我的 我用这最后一个 我定会杀了你 少废话 我破给你看 拼你肉眼烦胎 休想破我阵法 剑刚做起 罗汉说话 多惹多罗多 这世界很酷 嘿嘿嘿嘿 感谢观看